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进南北朝 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从20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曹魏 到589年隋文帝灭臣统一全国 在这369年的时间里 一共出现过大大小小30多个政权 很多人一听头头大了 总是分不清谁是谁 谁先谁后 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十分混乱 之前我做过一期短节目 给大家梳理过其基本脉络 应一些粉丝朋友们的邀请 这一次做一期更加详细的 以帮助你更好的了解这段历史 魏晋南北朝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三国时期 西晋时期 东晋十六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讲一下 魏晋南北朝的第一个时期是三国时期 在经历过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混乱阶段后 天下最终只剩下了三大格局势力 占据北方的曹操 占据一州的刘魏和占据江东的孙权 他们成为了当时政治舞台的主角 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小的歌剧势力 就是占据辽东的公孙氏政权 直到238年才被曹魏所灭 220年曹操去世 同年 其子曹丕代汉称帝 定都洛阳 建国号魏 史称曹魏 东汉灭亡 三国时代正式开始 在得知曹丕代汉之后 刘魏宣称汉县第一死 于221年在成都成立 国号仍为汉 表明自己是汉朝的延续 正统所在 史称蜀汉 孙权建立政权的过程 就有些复杂了 在刘魏成帝后不久 魏报当初孙权袭杀关羽之仇 并夺回荆州 刘魏出兵攻打孙权 为防止曹魏趁机南下 孙权上书曹丕 表示归顺称臣 于是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 被很多网友调侃的 孙权的大魏吴王的称号 就是这么来的 等孙权在一陵之战中 打败刘魏 几个月后 曹魏出兵攻武 于是孙权修改年号 临江聚首 这意味着他宣布独立 成为了独立的吴王国 直到229年 他才在武昌 就是今天湖北鄂州 登基称帝 建国号为吴 史称东吴或孙吴 不久迁都建业 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 三国鼎立局面 最终完全形成 这三个政权建立之后 经常互相攻打 战争主要发生在 曹魏与蜀汉 曹魏与东吴之间 有时候 蜀汉与东吴 还联手攻打曹魏 蜀汉与东吴的 大规模战争只有一次 就是伊陵之战 此后双方 一直都是联盟关系 曹魏在三国里 地盘最大 且占据的是中原核心区 人口最多 实力最强 因此蜀汉与东吴 都意识到 如果他们两个互相争斗 那最终都会被曹魏灭掉 所以他们的策略 就是结成联盟 共抗曹魏 不过 虽然彼此之间 爆发过多场战争 互有胜负 但长时间以来 始终都无法将对方彻底达到 因此 三国鼎立的格局 才持续了多年 曹魏与蜀汉的战争 主要发生在双方接壤的 拢右 关中和汉中地区 蜀汉在一令之战后 损失惨重 元气大伤 刘备也因此一病不起 二二三年 刘备之子刘善即位 诸葛亮以丞相辅政 他一方面与东吴重修就好 再见联盟 另一方面巩固内政 并亲自率军 平定南中叛乱 还从中获取了一些 人力物理资源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二二八年 诸葛亮正式出兵北伐 攻打曹魏 一直到二十三四年 他去世 诸葛亮共出兵北伐五次 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 但始终无法完成 兴富汉室 还于就读的目标 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蜀汉先后主政的蒋婉费一 他们在政治上 继承诸葛亮的遗志 继续高举 复兴汉室的旗帜 但是在军事上 实行总体收缩政策 加强四境防御 只是以有限的军事行动 作为北伐的象征 在废一去世后 掌握蜀汉兵权的姜维 再次开始多次北伐 但收效甚微 而曹魏对蜀汉 在长时间里 基本上执行的 都是总体防御政策 主动进攻的次数不多 曹魏与东吴的战争 双方争夺的焦点 是接壤的江淮地区 尤其是有着 重要战略地位的合肥 他让孙权心心念念了一辈子 发动了多次战争 也没打下来 魏文帝曹丕 三次攻打东吴 孙权也多次亲自领兵 攻打曹魏 双方你来我往 但是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直到228年 石亭之战爆发 石亭之战中 曹魏的失败 使得曹魏此后 二十多年内 不再主动发起 大规模攻打东吴的军事行动 转而对东吴执行防御政策 而孙权则是多次主动出兵攻打曹魏 却始终无功而返 孙权死后 双方也爆发过一些战争 可是对三国鼎立的格局 也没产生啥重大的影响 正当三国在军事上处于较着状态 谁也奈何不了谁时 各自内政上发生的变化 逐渐造成了三国格局的解体 蜀汉自从废一死后 江维独掌兵权 多次违罚 引起了朝中诸多大臣的不满 他们指责江维的军事行动 损失巨大 图好国力 而朝政也逐渐被宦官皇后所把持 二者不合 互相争斗 蜀汉后主刘善 也是昏运无能 致使朝政日益腐败 国力日衰 东吴从孙权晚年开始 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 逐渐激化 内乱频发 因为太子之争 朝中分为了两派 最终孙权废掉了太子孙和 赐死了鲁王孙霸 立小儿子孙亮为太子 252年 孙权去世 年仅10岁的孙亮继位 由诸葛克等人辅政 第二年 诸葛克出兵乏位失败 东吴宗室孙俊 利用人们对诸葛克的不满 在宴席间杀掉了诸葛克 进而代替他辅政 三年后 孙俊病死 孙俊从弟孙琛辅政 258年 孙琛废掉孙亮 雍立孙权的第六个儿子 孙修为帝 同年 孙修杀孙琛 亲自掌权 孙修做了六年皇帝后病死 由于此时 蜀汉刚灭亡 东吴的北面与西面 均遭到了曹魏的危险 此时交旨又叛无相位 丞相蒲阳兴 左将军张布等人 认为国家面临危机 一力掌军 于是利当初被孙权废掉的 太子孙和的儿子 孙昊为皇帝 不久后 鞭杨兴和张布两个人 见到孙昊 粗暴交迎 喜好酒色 十分后悔 孙昊知道后 就把他们俩给杀了 并且杀掉了 孙修的妻子和儿子 东吴旷日持久的内乱 使得东吴的国力 遭到了严重削弱 而实力最强的曹魏 也好不到哪里去 最终皇帝大权旁落 王朝被人取代 魏文帝曹丕之子 魏明帝曹瑞 死后年仅八岁的太子曹芳 几位 大将军曹爽 太尉司马懿辅政 二人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 249年 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出洛阳 去魏明帝的高平陵 扫墓的机会 突然发动政变 处死了曹爽及其党羽 史称高平陵事变 此后 曹魏的朝政大权 便陆续落到了 司马懿及其子 司马师司马昭手中 他们镇压了反抗司马市专权的淮南三派 处死朝中反对司马师的大臣 清除拥护曹氏家族的势力 最终巩固了司马师对曹魏的统治 曹芳和之后即位的曹毛 曾先后计划铲除司马师 但均以失败告终 曹芳因此被废 曹毛更是被当场杀掉 260年 曹操之子 燕王曹羽的儿子曹焕 被立为皇帝 司马昭为提高威望 为此后取代曹魏做准备 于263年派人出兵攻打�蜀汉 蜀汉后主刘善投降 蜀汉灭亡 265年 司马昭去世 266年 司马昭之子司马炎 强迫为原地曹焕擅让 正式取代曹魏成帝 国号晋 史称西晋 仍定都洛阳 曹魏灭亡 279年 司马炎发动灭屋之战 280年 吴主孙昊投降 东吴灭亡 至此 西晋完成统一 结束了自汉末三国以来 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三国时期结束 自汉末以来 无数英雄豪杰奋斗一生 都希望能重新统一天下 建立下一个大一统王朝 结果最后被司马家族的人实现了 现在很多人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总是觉得纷纷不平 觉得司马家就是个摘桃的 可是历史 它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多了就会知道 它很多时候并不会按照人们希望它去的那个方向去演变 它有自己的内在的演变逻辑 在接下来的历史里 我们还能看到类似的事情不断发生 魏晋南北朝的第二个时期是西晋时期 西晋自266年取代曹魏 280年灭掉东吴 完成统一后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大一统王朝 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一个大一统王朝 然而它的统一时间却很短暂 你要是细算起来的话 其实只有20多年 晋武帝司马元在建立晋朝后还是干了不少实事的 他灭掉东吴 让天下重归一统 黎民百姓不再饱受战乱之苦 他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不少的有力措施 稳定了社会秩序 使得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出现了繁荣景象 史称太康之治 然而在这种表面的繁荣之下 却暗藏着深刻的统治危机 首先 自东汉以来所形成的世家大族 在西晋时期的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司马家族自己本身就是世家大族 他也是在其他世家大族的支持下 才能逐渐取代曹位的 而蜀汉东吴的世家大族 也已经利用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 在当地成长为了强大的地方势力 因此司马延虽然有新限制 但是更多的还是对世家大族采取拉拢政策 让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 享有更多的优厚待遇 以保证自己统治的稳固 比如在政治上 西晋继承了曹位的九品官人法 又称九品中正制 那么这个制度使得官员选拔 被世家大族所垄断 在实际选拔时 候选人的出身成为了最主要的因素 品行与才干不被重视 沦为形式 造成了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的情况 世家大族的子弟能够非常容易的步入仕途 而且升迁迅速 逐渐占据了朝廷的各个重要职务 在经济上 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人口 享有免税免疫特权 其经济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增长 世家大族拥有过强的实力 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 影响了数族和农民的利益 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 而从中央集权和皇权的角度来看 这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和损害 其次 司马延取代曹魏后 有感于曹魏对宗室诸王限制太多 使其力量弱小 结果导致政权轻易就被他夺取了 加上世家大族实力强大所造成的威胁 于是他大肆分封宗室子孙为王 使其掌握军队 并且还让一些王爷出镇地方 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 从而手握封国的军政大权 希望以此来平翻地势 可是真的到了关键时刻 这些宗室诸王到底是平翻地势 还是意图取而代之 这可就说不准了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 第三 西晋在完成统一之后 统治集团迅速腐化 当时王凯和石虫豆腐的故事 很多人应该也都知道 一般情况下 像这种大一统王朝在建立初期 统治集团还是会好一些的 还是比较节制的 知道收敛一些 发展一段时间之后 才会越来越腐化 但是西晋统治集团的腐化速度之快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第四 此时西晋面临的严峻的外部局势是 大量胡人内签 自东汉以来 中原王朝或地方割据势力 出于增强边方力量 加强对胡人的控制 补充内地劳动人口不足等原因 允许甚至鼓励胡人内签 于是来自西部和北部边疆的胡人 陆续向内地迁徙 到了西晋时期 人数已经非常多了 像关中和梁州地区 胡人的人口已经占了当地人口的一半 内签的胡人 主要有匈奴 鲜卑 杰 笛 一枪五族 始成五胡 他们分布在从辽东到梁州的沿边地区 这样西晋中央就被北边和西边的胡人包围了 这些胡人内签之后 他本来就与汉族人有着民族矛盾 加上当时的统治集团也不断的剥削和压榨他们 导致这些人对于西晋的统治十分不满 有时候还强烈反抗 对于这种情况 从曹魏那时候起呢 就一直有人提出要把这些胡人都牵走 要不然早晚出事 可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实行 西晋的统治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只差一个契机 就会让这些矛盾迅速浮出水面 来次总爆发 这个契机很快就到了 290年 晋五帝司马延去世 太子司马中即位 这就是晋会帝 从司马中当太子的时候的各种表现来看 他的智商确实是有些问题 就算不是白痴吧 但是和正常人相比 可能还是有些距离 当时很多大臣也都这么认为 以至于司马延一度想废了他 可想而知 他肯定是无法把控如此复杂的证据的 晋会帝即位之后 外戚杨俊 他是皇太后的父亲 为太父辅政 皇后贾南风想夺权 于是联合楚王司马伟 他是司马延的第五个儿子 于291年杀掉了杨俊 及其兄弟 亲族党羽数千人 八王之乱开始 这时 汝南王司马延 他是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和众臣魏冠 代替了杨俊 共同智障朝政 贾后看到 没有把权力夺到自己的手中 非常的不满 于是暗中谋划 不久 他就让晋会帝下诏给楚王司马伟 令其率军杀掉司马延和魏冠 等到司马伟执行命令之后 贾后又否认 晋会帝曾经下过这道诏书 以司马伟擅杀大臣为罪名 把他给杀了 这样 朝政大权就完全落在了贾后的手中 之后保持了八年的相对稳定的局面 这是八王之乱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 贾后自己没有孩子 太子司马玉是晋会帝其他后辉生的 有人向贾后进禅言 劝贾后废掉太子 于是贾后诬陷太子谋反 将其废为庶人 紧接着又杀害了他 不久之后 300年 手握进军的赵王司马伦 他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 利用进军对贾后杀害太子的不满情绪 发动了宫廷政变 杀掉了贾后 独揽朝政大权 第二年 司马伦又废掉了进会帝 自立为帝 这引起了其他宗室诸王的不满 于是纷纷起兵 讨伐司马伦 八王之乱 顾名思义 就是有八个王参加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 已经死去的 汝南王司马亮 楚王司马伟外 剩下的六个王 就是赵王司马伦 齐王司马炯 长沙王司马懿 成都王司马颖 河坚王司马庸 东海王司马越 他们互相争斗杀来杀去 有的彼此联合 达成目标后 又反目成仇 互相攻打 这样折腾了五年多 一直到306年 最后的结果就是 晋会帝复位 但是成为了傀儡 东海王司马越 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掌握了朝政大权 八王之乱结束 然而呢 八王之乱 却造成了严重后悟 诸王混战多年 人民死伤无数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西晋元气大伤 而且诸王在混战中 还利用胡人参战 这使得胡人趁机起兵 进攻晋朝 企图摆脱晋朝的统治 事实上开启了 北方的五湖十六国时代 所以八王之乱 是西晋的转折点 在八王之乱结束的当年 晋会帝去世 皇太帝司马赤即位 他是晋五帝最小的儿子 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即位的第二年 308年 之前已经宣布独立的 匈奴贵族刘渊 在平阳 就是今天山西临粉 登基称帝 建国号为汉 史称汉赵或前赵 因为他的后代 后来改国号为赵 前赵军队四处攻占西进的郡县 洛阳处于包卫之中 有时还遭到攻打 东海王司马越决定放弃洛阳 率人向东南方向撤退 途中忧惧病死 剩下的人 也被前赵大将石乐包围歼灭 西进的主力军队就被这样消灭了 西进永家五年 311年 前赵大将刘耀 攻陷洛阳 近怀地被俘 送往平阳 后来被杀害了 刘耀攻破洛阳后 纵兵截掠 杀人放火 自汉末董卓焚烧洛阳以来 历经曹魏西进 两朝艰辛经营而重建的洛阳城 至此又化为灰烬 史称永家之乱 在攻破洛阳后 刘耀又进攻长安 被当地晋朝大臣率军打败 312年 他们拥立秦王司马业 这是晋武帝司马延的孙子 为皇太子 次年 晋怀地的死讯传到了长安 皇太子即位 这就是晋敏帝 316年 刘耀再度攻入关中 包围长安 当年 长安被攻破 晋敏帝被俘 西进灭亡 西进结束了 自汉末三国以来 持续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完成了统一 但是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 却又亲自开启了 此后长达两个半多时期的分裂局面 魏晋南北朝的第三个时期 是东晋十六国时期 西进灭亡后 国家再度陷入分裂 北方和西南方曾出现过 16个有代表性的政权 而南方则是在东晋的统治之下 所以统称这段时期为 东晋十六国时期 我们先说十六国 我们一开始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 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而十六国时期 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里 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100多年里出现了20多个政权 战争频繁特别的乱 十六国之称 源于北魏史学家崔鸿 所撰写的十六国春秋 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 就是从304年 巴迪族人李雄建立成汉 和匈奴人刘渊建立汉照 到439年 北魏灭掉北梁 统一北方 北方和西南方出现了 20多个政权 只不过崔鸿写这部史书的时候 他只选取了其中实力较强 国度较强 比较有代表性的十六个政权 这十六国分别是 前梁后梁北梁南梁西梁 前烟后烟北烟南烟 前勤后勤西勤 前兆后兆湖下成汉 简单点可以记为 五梁四烟三勤二兆湖下成汉 我们一般还说五湖十六国 是因为这十六个国家 绝大部分都是五个湖祖 匈奴鲜卑节低腔建立的 注意只是绝大部分 像前梁西梁就是汉人建立的 而北烟一开始的统治者 是高国黎人 后来又换为了汉人 除了这十六个政权外 当时北方西南方 还有其他的一些政权 比如汉人阮敏建立的阮位 丁陵人翟辽建立的翟位 先辈人慕容红建立的西烟 先辈人拓拔伊卢建立的戴果 汉人侨纵在蜀地建立的侨蜀等等 但是这些没算进十六国里面 那算进去的话就更乱了 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记住十六国 西晋末年 八堤族人李琼 依靠从秦州雍州 迁徙到梁州亿州的大批流民 占据了一州 304年自称成都王 306年称帝国号成 338年李寿改国号为汉 所以史称成汉 匈奴贵族流渊在巴王之乱时 于304年趁机宣布独立 自称汉王 308年称帝建都平阳 就是今天山西临稳 建国号为汉 319年刘耀改国号为赵 所以史称汉赵或前赵 成汉与前赵是十六国里 最早建立的两个政权 在西晋末年 西晋还没正式灭亡的时候 就建立了 他们开启了十六国时期 所以西晋时期与十六国时期 在时间上是稍微有一些冲合的 310年刘渊病死 太子刘和几位 不久刘渊第四子刘聪杀了刘和 自立为帝 311年刘聪派同族兄弟刘耀 攻破洛阳 俘虏近怀帝 316年刘聪又派刘耀 攻破长岸 俘虏近敏帝 灭掉了西晋 在西晋灭亡后 都督梁州诸军事 梁州刺史 西平公张石 此时已经割据梁州了 他仍然沿用近敏帝的 建兴年号 奉晋朝政朔 史称前两 前兆灭掉西晋后 北方大部分地区 基本上都处于其统治之下 然而前兆皇帝刘聪 他只是名义上有这么多国土 实际上其国内存在 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 刘聪实际上所能 直接控制的地区 只局限于他所在的 山西的一部分 和同族兄弟刘耀 坐镇的关中一部分地区 318年 刘聪病死 太子刘灿几位 匈奴贵族尽准杀刘灿自立 刘耀听说后 自立为帝 并率军平盘 次年迁都长安 改国号为赵 而前兆国内最大的割据势力 石乐 他是杰族人 因不满刘耀统治 他自称大蝉于赵王 定都乡国 今天的河北形台 占据了前兆的东部地区 建立了独立的政权 史称后兆 二者不断交战 最终在329年 石乐灭掉前兆 至此 北方地区 除了占据辽东的慕容室 和占据梁州的前兆以外 都在后兆的统治之下 330年 石乐改称皇帝 333年 石乐病死 太子石洪几位 由石乐的侄子石虎 纵然朝政 不久 石虎废掉石虹 成为后兆国军 并迁都于叶 那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寒郸市 林璋县西南 347年 石虎意图灭掉前梁 被打歪 同年 东晋灭掉了成汉 统一了南方 349年 石虎病死 石虎死后 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地位 互相残杀 石虎的养孙 冉敏 不过他是汉人 趁机夺得政权 建国号位 仍然定都叶城 史称阮位 而石虎的儿子石之 在乡国称帝 并起兵讨伐阮敏 阮敏虽然最后消灭了石之 但连年战争实力大损 而阮敏又想把胡族的势力 驱逐出赵魏地区 于是低族首领福建 率领本部落的人 以及山东河北一带的 关隆流民 西归关中 350年 占据关中 351年 福建自称大秦天王 大秦于 352年 改称皇帝 建国号为秦 定都长安 史称前秦 此时 割据辽东辽西的 鲜卑慕容部首领 慕容郡 于352年 率军击败阮位 入主中原 自称燕皇帝 出都继城 就是今天北京市 后定都于业 史称前燕 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之后 前燕占有了今天的 辽宁 河北 河南 山东 山西 等广大地区 与位于关中的 前秦 平分了黄河流域 前秦开国皇帝 福建 在355年去世后 妻子福生 几位 357年 福建的侄子 福建 杀福生自立 福建任用王猛 实行改革 历时十多年 国力大增 此后福建 便开始了 统一天下之路 370年 灭掉了北方 最大的竞争对手 前燕 371年 灭钱仇吃国 373年 攻占东晋的梁州 翼州 占据了东晋的上游地区 376年 灭钱梁 同年灭掉了 鲜卑拓博部建立的戴国 382年 命吕光 征伐西域 至此 整个北方 连长城 以北的地区 甚至还包括西域地区 都在前秦的统治之下 这是自16国时期以来 前所未有的盛况 前秦是16国中实力最强的 也是唯一一个统一整个北方的 此时的福建放眼望去 整个天下只有偏居东南的东晋 还没有被征服 因此他想趁热打铁 准备灭掉东晋 一统天下 于是他不顾王猛临终前的告诫 也不管朝中诸多大臣 乃至太子弟弟的反对 于383年执意发动了 对东晋的全面战争 这就是著名的匪水之战 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 前秦战败 由于前秦战败实力大损 东晋趁机收复了 梁州 益州 以及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 而此前被福建征服的各个民族 也开始了复国或独立运动 北方再次陷入分裂 几年内北方多国病例 真的是辛辛苦苦十几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关隆和梁州地区 除了有前秦外 枪族人姚长建立了后秦 先辈人起福国人建立了西秦 前秦将长低族人吕光 割据梁州和西域儿子立 建立了后梁 而在关东地区 前燕皇族慕容锤 在河北建立了后燕 而另一位前燕皇族慕容红 带领先辈部众建立了西燕 后来在慕容勇的带领下 迁徙到了山西 代国君主拓拔十一剑之孙 拓拔归趁机复国 占据塞外 建立了北魏 北方诸国病例 混战不休 后秦先后灭掉了 前秦 西秦 后梁 统一了关隆地区 并趁西燕灭亡 取得了河东之地 还称 东晋衰乱 攻占了洛阳 后燕则是先后灭掉了 丁令人宅室所建立的魏广 和西燕 并利用东晋的衰乱 占据了东晋在山东的大片土地 暂时统一了关东地区 然而不久后 395年 后燕攻打北魏 参和碑一战 后燕惨败而归 同年后燕皇帝慕容锤 御驾亲征北魏 在途中病情加重 急忙退兵 不久在回军途中病死了 太子慕容宝即位 北魏拖拔归趁机亲征 后燕连战接盛 397年慕容宝逃往龙城 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 慕容锤的弟弟慕容德 则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建立了南沿 剩下的后燕国土 基本上就都被北魏占领了 所以现在换成北魏与后秦东西对峙了 但是北方的政权 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 因为分裂还在继续 在河西地区 后梁在被后秦灭掉之前 就已经分裂了 397年 河西先卑首领 突发无辜 割据自立 占据今天的青海东北部地区 史称南梁 同年后梁的举驱蒙逊 举兵反叛 推举建康太守断叶为梁州牧 这里的建康指的是 今天的甘肃城九泉市 史称北梁 后来举驱蒙逊杀断叶自立 400年 北梁敦煌太守李浩 判北梁自立 建立了西梁 在辽东地区 慕容宝逃亡龙城后 不久被杀 其地慕容锡即位 407年 慕容宝的养子高云 他是高国里人 将其取而代之 新建立的这个政权 史称北焉 两年后 高云被宠臣所杀 大臣逢拔自立 在后勤统治区域 407年 后勤将领和联伯伯 他是匈奴人 叛勤自立 自称大下天王 大参与 这就是胡夏政权 他逐渐占据了 后勤的北部国土 对后勤造成了极大危险 在此情况下 409年 西勤复国 那么这时候 北方的分裂情况就到头了 后续就是按照 统一的方向演化的 410年 东晋大将刘裕 北伐南延 南延灭亡 414年 西勤灭南梁 417年 东晋全臣刘裕 北伐后勤 后勤灭亡 不久 刘裕主力撤出关中 只留下了少数人守卫 胡夏趁机攻占关中 420年 北梁灭西梁 这年 南方的东晋 被刘宋所取代了 南朝开始 而北方则只剩下了 北燕 北魏 胡夏 西勤 北梁 五个政权 其中实力最强的 就是北魏和胡夏 胡夏自赫连伯伯死后 在北魏的接连打击下 丧失了大部分国土 431年 431年 胡夏皇帝赫连定 在灭西秦后 又想灭北梁而夺其地 在途中被土余魂部落袭击 赫连定被俘 胡夏灭亡 436年 北魏灭北燕 439年 北魏灭北梁 至此 北魏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十六国时期结束 北朝开始 这里需要说一下 北魏虽然起源于十六国时期 但是它不属于十六国 而是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第一个王朝 西晋灭亡后 与北方十六国对立的是 占据南方的东晋 西晋末年 由于北方局势日益恶化 世家大族纷纷难度 掌握朝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岳 也派狼牙王司马瑞前往建业 就是今天的南京 作为南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准备一旦北方失守 就退往南方 316年 由匈奴人建立的汉赵政权 攻破长岸 晋敏帝被俘 西晋灭亡 次年 狼牙王司马瑞 在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 于本土的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下 称晋王 后来在得知了晋敏帝被杀后 于318年正式称帝 重建晋朝 定都建康 建康就是建业 因为在313年 为了避晋敏帝司马懿的汉 改名为建康 史称东晋 东晋是西晋的延续 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联合支持下 才建立的 因此世家大族的实力 在东晋发展之顶峰 出现了门阀政治 皇帝与门阀共治天下 门阀士族中的代表 狼牙王室 颖川宇室 乔国桓室 陈军谢室 太原王室 先后掌权 东晋皇帝虽不满 皇权不振的现实 也做过一些反抗 甚至与门阀士族爆发过战争 但是却始终无法改变这个现实 皇帝与门阀的斗争 门阀与门阀的斗争 这是东晋政治的主旋律 因此东晋虽然没有像 北方十六国一样 频繁的改朝换代 但是却始终动荡不安 东晋建立后 狼牙王室的王岛 掌握了朝中大权 丛兄王敦 则手握重兵 驻扎武昌 两兄弟一内一外 形成了王与马 共天下的格局 晋元帝司马瑞 有感于狼牙王室势力庞大 于是想方设法削弱 这引起了王敦的不满 322年 王敦举兵叛乱 攻入建康 大肆清除一己 这年年底 晋元帝病死 太子司马少几位 这就是晋明帝 后来王敦退出建康 34年 晋明帝趁王敦病重 下令讨伐 王敦派人攻打建康 结果没有攻下就病死了 王敦军队又被打败了 王敦之乱就此平定 次年 晋明帝病死 其子晋成帝继位 外戚影川雨士的雨量辅证 在平定王敦之乱时 流民统帅苏俊立有大功 雨量对苏俊不放心 想夺其兵权 结果引起了苏俊的反叛 他联合豫州刺史祖约 于328年 攻入建康 苏俊之乱最后被 荆州刺史陶侃 江州刺史温桥 共同平定 经过这两次内乱后 东晋受到了很大损失 就连之前祖替北伐所收复的一些土地 也被后召石勒所夺走 更加无力北伐了 况且很多世家大族 也想安居江南 已经没有收复故土的意愿了 不过乔国环市的环温 掌握上游大权 一直想北伐 从而收复故土 同时也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以便取代东晋称帝 但是自桓文三四七年 率军灭掉割据益州的成汉 使得东晋统一南方 与后召隔秦岭和对峙之后 其威望大涨 朝廷担心他 北伐成功后无法控制 总是拒绝他的请求 实在不行就派别人去 最终桓文如愿以偿 在354年到369年 三次北伐 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 但是总体上还是失败 为了挽救因第三次北伐失败 所导致的自身威望低落 371年 桓文废掉了皇帝司马懿 拥立司马玉为帝 这就是简文帝 次年司马玉病死 其子司马耀几位 这就是孝武帝 这时候桓文因为身体有病 于是加快了篡位的步伐 可是在宰相谢安等人的 拖延抵制之下 373年桓文病死了 东晋这才没有被取代 桓文死后 陈军谢氏的谢安主政 383年 他击败前秦 取得了肥水之战的胜利 趁机收复了大片国土 声望极高 结果就遭到了孝武帝的猜忌 被迫离开朝廷 孝武帝任命统母帝 会计王司马道子 代替谢安为相 执掌朝政大权 结果这两个人 也发生了权力冲突 在396年 孝武帝去世后 其子司马德宗几位 这就是晋安帝 司马道子以太父辅政 而司马道子的儿子 司马元贤 也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 司马元贤 为了对付 长江上游 荆州与长江北岸 北斧兵的威胁 决定建立一支 由自己指挥的新军队 他于399年 下令征发 浙东诸郡里 其本身或者副祖 本来是奴隶 但是现在已经被 获得了 放免为殿克的 壮丁 集中京都服兵役 结果就引起了这些人的强烈不满 由此 孙恩领导的浙东农民起义爆发 那么这次大起义 给东晋王朝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北来的施加大族 也受到了严重打击 402年 这个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刘豫就是凭借着这个军功崛起的 也是因为这次起义 东晋朝廷发生了财政困难 和粮食困难 然而荆州的桓玄 他是桓文的儿子 却下令封锁长江 不让上游的物资向下游运输 导致朝廷更加困难 于是东晋朝廷下令讨伐桓玄 桓玄起兵反抗 他收买了北斧兵将领刘劳之 得以一路长驱之路 攻下建康 杀掉了司马盗子 司马元贤父子 这时候桓玄的目的 已经不是掌握朝廷实权了 他要完成他父亲 当年未完成的遗愿 403年环旋逼迫 建安帝善让 自己称帝 建国号为储 北斧兵的中下级军官刘玉 表面顺从 暗地里却联合其他人 于404年在京口起兵 与此同时 另一批北斧兵中下级军官 在广陵起兵 二者联合一起讨伐环旋 最终击败了环旋 赢回了晋安帝复位 刘玉 这个寒门数族出身的 北斧兵中下级军官 凭借平定环旋之乱的功劳 此后手握重兵 突破了门阀政治的限制 逐渐掌握了东晋的朝政大权 他一方面消灭朝中的竞争对手 另一方面开始对外征法 企图利用对外用兵的胜利 建立更高的威望 压服朝中政敌 与施加大族 为此后取代东晋做准备 409年 刘玉北伐南烟 次年灭南烟 收复了金山东的大部分地区 412年 刘玉派人攻打乔蜀 这个政权是405年出身于 益州世家大族的乔纵 趁着东晋衰乱时候 割据自立了 他在益州所建立的这么一个政权 刘玉就派人去攻打他 在第二年就把他给灭了 益州回归了东晋版图 416年 刘玉北伐后勤 次年灭后勤 由于恰逢刘玉留在健康代掌朝政的 尚书左仆叶 刘慕之病死 他担心朝中大权落入探手中 于是只在关中留下了少量军队 就急忙返回了 结果被胡下的赫连伯伯钻了空子 趁机占领了关中 关中虽然得而复失 但是同关以东 黄河以南的土地呢 被收复了 刘玉 无论是从朝中大权的集中度 还是北伐所取得的胜利来看 可以说自东晋立国以来 无人能出其右 419年 刘玉杀掉了晋安帝 立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 这就是进攻帝 420年 刘玉逼迫进攻帝善位 正式称帝 定都建康 建国号宋 史称刘宋或南朝宋 东晋灭亡 南朝开始 魏晋南北朝的第四个 也是最后一个时期 是南北朝时期 420年 东晋全臣刘玉 取代南方的东晋 建立刘宋政权 南朝开始 439年 北魏太武帝托巴操 灭掉北梁 统一北方 北朝开始 我们先来说南朝 南朝一共有四个朝代 一次是宋 齐 梁 臣 第一个建立的南朝宋 是南朝四朝中存在时间最久 僵于最大 实力最强的 在宋武帝 刘玉 与宋文帝 刘玉龙 父子两代人 三十多年的治理下 南朝宋 步入了鼎盛时期 史称 原家之治 此时 南朝的实力 不说比北朝强吧 最起码也是旗鼓相当 但是此后却陷入了衰落 一是因为北魏多次南下攻打南朝宋 南朝宋虽然抵抗住了北魏的攻击 但是由于战争的摧残 作为双方主战场的江淮地区损失惨重 南朝宋还主动进行了多次北伐 可是也并未成功 南朝宋的疆域一步步难撤 先是由河南的洛阳华台一线 撤至淮北 后来到了宋明帝时 又撤退至淮南 淮水以北的土地全部被北魏夺取 南北朝时期的北强南弱开始形成了 二是因为南朝宋陷入了内乱 其表现形式就是宗室之间互相残杀 骨肉相残 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刘玉是寒门树族出身 他凭借军功建国 鉴于东晋时 因为门阀势力太强 而导致黄泉不振 且时刻受到叛乱危险 于是在中央 他任用韩人为中书社人掌管纪要 而地方的重要州镇 则以宗室诸王出任次使 掌管当地的军政大权 这样就把士族架空了 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和皇权 从结果来看 确实也达到了预期效果 可是也带来了弊端 宗室诸王拥有强大的力量 又会想着夺取中央政权 而通过这种方式 即位的皇帝 有感于宗室诸王的强大 担心再次被夺权 于是提前下手 杀掉诸王 而这又会引起诸王的担忧 从而起兵反抗 那就这样 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文帝先是立长子刘绍为太子 后来发现了刘绍的不轨行为 想要废掉他 刘绍知道后 先发制人 率军杀掉了宋文帝 自立为帝 宋文帝的第三子 武灵王刘骏 听说宋文帝被杀 起兵讨伐刘绍 成功之后 他杀掉了刘绍及其四子 以及刘绍的同党 始兴王刘骏 这是宋文帝的第二个儿子 及其三子 武灵王刘骏随即继承皇位 这就是孝武帝 从孝武帝开始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之后的皇帝 前费帝刘子叶 明帝刘裕 即位后必做的一件事 就是大量屠杀宗士 在皇室内乱的过程中 朝政大权最终集中到了 中领军将军 萧道成的手中 477年 萧道成杀掉了后废帝 刘裕 立刘裕的弟弟 刘准为帝 这就是宋顺帝 479年 萧道成逼迫宋顺帝 善位于他 正式登基成帝 定督建康 建国号齐 史称南朝齐或萧齐 之前南朝宋的宗氏子孙 经过内部屠杀 本来就所生不多 萧道成即位之后 把残存的也全都杀了 最终刘裕这一脉的直系里 只有宋文帝第九子刘厂 他在前废帝刘子叶的时候 逃到了北魏 这个才幸免于难了 留下了后人 剩下的就是断死绝孙了 南朝齐是南朝四个朝代理 国作最短的 只存在了24年 造成这种情况的一大原因 也是因为皇族内乱 萧道成只做了四年皇帝 就去世了 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萧泽 说我们能取代刘宋 是因为他们内部互相残杀 才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可不正这么干 太子萧泽在即位之后 这就是齐武帝了 齐武帝执政十年 做的还算不错 宗室也得以保全 可是等他493年去世之后 太孙萧昭叶即位 南朝齐的内乱就开始了 当时大权落在了萧道成的侄子 萧鸾手中 萧鸾先杀了萧昭叶 立萧昭叶的弟弟萧昭文为弟 不仅又杀了萧昭文 而自立 这就是齐明帝 齐明帝在位五年 大肆屠杀宗室 齐高帝萧道成 与齐武帝萧泽的儿子 几乎被他屠戮殆尽 齐明帝去世后 齐子萧宝眷即位 萧宝眷残暴不仁 诸禄重产 使得内部动荡频繁 500年 萧宝眷杀掉了上书令萧毅 萧毅的弟弟 雍州刺史萧衍 得知之后 雍立齐明帝的第八子 萧宝荣为帝 举兵声讨萧宝眷 萧衍自襄阳出兵 一路东下围住建康 城中军队叛变 杀掉萧宝眷 迎接萧衍大军入城 不久 萧衍迫使萧宝荣 善位于他 502年 萧衍登基成帝 定都建康 改国号为梁 史称南朝梁或萧梁 萧衍就是梁武帝 他是南朝所有皇帝里 在位时间最长和寿命最长的 在位47年 活了86岁 别说南朝了 就是整个魏锦南北朝时期的 所有皇帝们 在这两方面都没能超过他的 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 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 梁武帝统治初期 还是比较历经图治的 实行了不少有利政策 他也极力调和世家大族 与寒门数族之间的矛盾 对于宗室也比较宽容 希望培养稳定的支持力量 来巩固统治 避免步入前两朝的后尘 梁武帝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史书上称之为 自江左以来年余二百 文物之胜 独美于姿 他还趁北魏衰落混乱之际 多次出兵违法 还是比较有作为的 虽然北魏的效果也不太大 但是在他统治的后期就不行了 大兴佛教属于正式 朝政日益腐败 内部矛盾也日益深化 尤其是在侯景仪式上的错误处理 导致了侯景之乱 把南朝梁乃至整个南朝 都拖入了深渊 侯景是北朝东魏的将领 手握重兵统治河南 东魏全臣高欢死后 其子高成执掌朝政大权 他想把侯景调回 夺其兵权 而侯景一向看不起高成 此时当然也不愿认人宰割 于是他准备投降西魏 后又转而投向南朝梁 梁义敌得之后非常高兴 认为自己统一中原的机会到了 他一方面接受了侯景的投降 为以重任 另一方面派侄子肖渊明 率军进攻捧场 就是今天江苏徐州 以牵制东魏支援侯景 结果被东魏打败 肖渊明被俘 东魏同时派军进攻侯景 侯景最后被打败了 只率领800人投降南朝梁 此时东魏派人与梁武帝和谈 侯景担心自己被出卖 明确表示反对 但是梁武帝不听 而且他对侯景也不加防范 侯景为了自保 他就利用梁武帝与肖正德之间的 枢制矛盾 起兵反叛 攻入健康 梁武帝被软禁 最后饿死了 侯景先后立了三个傀儡皇帝 最终于551年成帝 建国浩瀚 当时梁武帝坐镇地方的儿子们 基本上都不愿意用心救援 他们都想着坐收羽翁之力 后来还发生了内部火兵 最终荆州刺史 梁武帝的第七子 湘东王萧义取得了胜利 他消灭了其他兄弟 并平定了侯景之乱 552年萧义在江陵级地位 这就是梁元帝 他把都城迁到了江陵 就是今天湖北荆州 侯景之乱虽然被平定了 但是期间 侯景军队在南朝梁境内 四处攻城跃地 烧杀抢掠 导致南朝人口锐减 社会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 繁华不再 施加大族也遭到了沉重打击 势力更加衰落 东魏西魏都趁南朝梁内乱 率军南下 梁州义州被西魏攻占 雍州成为了西魏的附庸 而江淮之间的郡仙 大多被东魏攻占 可以说侯景之乱 最终彻底决定了 此后统一中国的将会是北朝 而不会是南朝 554年 西魏攻破江陵 梁元帝被杀 西魏策立之前 已经归附西魏的萧查 他是梁武帝长子 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 为梁主管辖江陵一州之地 一年后 萧查成帝 国号征卫梁 史称西梁或后梁 西梁他是西魏的藩属国 只是附庸而已 没有什么太多的独立性 在江陵城破梁元帝被杀后 太尉王僧辩 司空兼扬州四使陈霸仙 这两个人都在平定侯景之乱时 立入大功 他们拥立梁元帝之子 萧芳志为帝 陈霸仙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 迫使消防制善位于他 557年 陈霸仙登基称帝建国号陈 定都建康 陈武帝陈霸仙虽然建立了陈朝 但是却面临着严峻局势 南朝境内已经四分五裂 他所能直接控制的地方并不多 他在位两年后去世 他的侄子陈倩即位 这就是陈文帝 在历经陈武帝陈文帝两代君主后 陈朝最终消除了各地的各局势力 才使得国内得以统一 不过虽然统一了 但是在经过了南朝梁末年的混乱之后 陈朝的疆域是南朝四朝中最小的 他的领土只局限于长江以南 还有今天的重庆贵州以东的地区了 和三国石东吴的疆域差不多 相比于南朝宋建国的那时候 少了一半左右 在陈宣帝时 北周五帝宇文庸派遣使者告知陈朝 要与其一同讨伐北齐 共分天下 573年陈朝开始北伐 逐渐收复了淮南地区 而后在北周灭掉北齐后 陈宣帝又想继续收复淮北地区 再次出兵北伐 结果被北周打败了 此前收复的淮南地区也被北周夺走 不过 此时恰逢北周五帝去世 陈朝呢 这才能继续存在 没有在这时候被灭掉 582年陈宣帝去世 其子陈淑宝即位 陈淑宝 这是有名的一个昏庸之君啊 本来陈朝就弱 那在他的统治下就更弱了 588年 此前已经取代北周的隋朝 派大军南下面陈 589年 陈朝灭亡 南朝结束 南北朝时期与南方的南朝对立的就是北方的北朝 北朝有五个朝代 北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北魏统一了北方 后来分裂为了东魏西魏 再后来 东魏被北齐取代 西魏被北周取代 北魏早在十六国时期就建立了 386年 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规 恢复了此前被前秦灭亡的代国 并改国号为魏 自称魏王 398年 拓跋规正式成帝 迁都平成 就是今天山西大统 北魏历经道武帝拓跋规 明元帝拓跋寺 太武帝拓跋涛 三代皇帝的努力 最终在439年统一北方 结束了十六国时期 开启了北朝时代 与南方的流宋政权 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太武帝拓跋涛去世后 历经文成帝拓跋郡 县文帝拓跋红 这个467年 孝文帝继位 由于年幼 其祖母冯太皇太后 临朝称治 实行着一系列汉华改革 490年 孝文帝亲政 又继续神话改革 迁都洛阳 这就是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去世后 其子宣武帝元克继位 北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宣武帝去世后 其子孝明帝允许即位 由于年幼 其母胡太后临朝称治 搞得朝政大乱 国事日衰 最后引发了六镇起义 继而又引发了河北起义 当时的关隆 还有山东地区的人们 也纷纷反抗 反抗北魏的统治 这动摇了北魏的根基 弃湖族酋长尔朱龙 趁此混乱之机崛起 528年孝明帝被胡太后堵死 孝明帝的唐指元昭被立为皇帝 尔朱龙以此为借口 率兵南下 进军洛阳 他拥立元子游为帝 这就是孝庄帝 最后尔朱龙把胡太后 还有元昭投入了黄河 杀死了 又在和音屠杀了 王公贵族 百官公卿 两千多人 洛阳的鲜卑贵族 和在北魏当官的这些汉人世家大俗 就此被消灭了 史称和音之变 北魏的朝政大权 落入了尔朱龙手中 他又陆续派军 镇压了各地的起义 530年 不甘心大权旁落的孝庄帝 趁着尔朱龙入宫朝建的时候 把他给杀了 尔朱龙的从子尔朱赵等人 起兵复仇 攻陷洛阳 杀掉了孝庄帝 改立元公为帝 这个就是杰敏帝 此后尔朱家族的人 就或在朝为官或出征地方 控制了北魏 531年 尔朱龙的得力干将高欢 到了河北之后 公开打出旗号 反对尔朱家族 拥立元朗为帝 尔朱家族的人联合派人镇压 但是失败了 之后高欢攻入洛阳 废掉杰敏帝 以及自己拥立的元朗 改立元修为帝 这就是孝武帝 而北魏的政权呢 则实际掌握在了高欢手中 北魏的都城在洛阳 但是高欢在晋阳 就是今天山西太原 遥控朝政 孝武帝不甘心只做一个傀儡皇帝 想摆脱高欢的控制 导致双方矛盾日益尖锐 534年 孝武帝离开洛阳 前往关中长安 投奔已占据关隆地区的宇文泰 高欢进入洛阳后 拥立元善建为帝 并下令迁都叶城 孝武帝到了长安后呢 宇文泰呢 也想把他当作傀儡皇帝 于是这个孝武帝与宇文泰的关系 也就恶化了 535年 宇文泰堵死了孝武帝 拥立元宝巨为帝 于是北魏就分裂了 为了方便区分呢 占据北魏东部 定都叶城的魏朝 史称东魏 占据北魏西部 定都长安的魏朝呢 史称西魏 此后东魏与西魏呢 双方爆发了多次战争 都想消灭对方 统一北方 有些还是经典战役 比如沙院之战 玉璧之战 东魏总体实力更强 但是胜少败多 西魏虽然接连获胜 可是毕竟东魏是 受死了骆驼比马大 一时之间也无法被消灭 所以双方只能继续对峙下去 547年 掌握东魏大权的高欢病死 其长子高成 执掌东魏大权 549年 高成遇刺身亡 齐帝高扬 执掌东魏大权 550年 高扬逼迫 东魏孝敬帝 袁善贱 善位于他 高扬登基称帝 定都叶成 改国号为齐 史称北齐 东魏灭亡了 而西魏的灭亡也快了 551年 西魏文帝元宝剧去世 其子元亲几位 元亲不甘心大权旁落 意图发动政变 554年 宇文帝废掉元亲 立元亲的弟弟 托巴阔为帝 556年 宇文帝病死 其子宇文爵 继承了其封爵和职位 由于年幼 宇文帝的侄子 宇文户 辅助宇文爵 执掌朝政 557年 宇文户逼迫西魏工地 托巴阔 将皇位 擅让给了宇文爵 宇文爵呢 自称天王 定都长安 建国号为周 史称北周 此时 南北朝已经接近尾声了 北方是北齐和北周 南方是南朝梁 以及即将取代南朝梁的陈朝 北齐的国力呢 是当时三国中最强大的 看起来也是最有希望 统一全国 结束南北乱世的 可是北齐的统治者呀 却没有好好利用这份优势 高阳在执政前期 还是比较有作为的 但是到了后期 就变成了一个残暴昏庸之主 559年 高阳去世 其子高阴即位 高阴开始实行一些改革 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高阳的弟弟高衍 高湛 联合一些大臣 废掉了高阴 高衍成为了新的皇帝 不久 高衍坠马受重伤而亡 其弟高湛即位 高湛贪图享乐 残暴不仁 诛杀宗士荒音无道 北齐国事日衰 565年 他将皇位传给了太子高伟 成为了太上皇 高伟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纵情声色 不理朝政 他还把北齐名将胡绿光 蓝陵王高长弓给杀了 那简直就是在自毁长城 而北周这边呢 由于此前宇文太的改革 实行军填制与辅兵制 并组成了官容统治集团 作为自己的政权基础 其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 与北齐的实力差距 已经缩小了 北周建立后呢 虽然名义上宇文爵才是老大 但是大权掌握在宇文户手中 宇文爵想把权力收回来 于是宇文户就废掉了宇文爵 改立宇文太的庶长子宇文玉为帝 宇文玉也不甘心只做一个傀儡 宇文户见他不好控制 于是下毒杀了他 改立宇文太的第四子 宇文雍为帝 这就是北周五帝 宇文户虽然多次废杀改立皇帝 但是还是比较有作为的 北周不至于发生北齐那么混乱的局面 而北周五帝和他那两位哥哥一样 也不甘心只做一个傀儡 区别就在于是他成功了 在572年趁宇文户进攻朝建太后时 杀掉了宇文户 自此亲自执掌朝政大权 北周五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他想一统天下 在他亲政后下令费佛 将寺院财产充公 还把大量还俗的僧人 变为政府的边虎齐民 耕作土地 为朝廷纳税扶劳役 还把其中一些合格的人 变为辅兵 扩充军事力量 在外交上 他联合突厥和南方的陈朝 共同讨伐北齐 最终在577年灭掉北齐 统一北方 正当北周五帝 准备灭掉陈朝一统天下的时候 突然因病去世 其子宇文云即位 宇文云为人暴虐 陈绵九策 在即位的第二年 他善为于长子宇文产 自己做了太上皇 自称天元皇帝 但是仍然掌管朝政 一年多后 病死了 此时的宇文产才八岁 朝政大权落入了外戚 杨坚的手中 581年 杨坚迫使北周境地宇文产 善为于他 正式成帝 定都长安 见国号为隋 北周灭亡 北朝结束 这里要注意啊 因为隋朝统一了全国 所以他虽然起自北朝 但他不属于北朝 587年 隋文帝阳间废掉了 藩属国西凉 588年 下令讨伐陈朝 589年 灭掉陈朝 至此 隋朝完成了统一 结束了中国 自西近末年以来 近3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魏晋南北朝时期结束 好的 那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呢 我们就讲完了 魏晋南北朝是处于 秦汉与隋唐两大强盛的 大一统的帝国时代之间的时期 所谓成上起下 成先起后 它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作用 我这期节目呢 只是大致梳理了一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替 大致脉络 很多细节性的东西 更加深入的东西 都没有涉及到 正如本期节目开头所说的 这期节目啊 只是想帮助大家 理清一下这段 十分混乱的历史的基本脉络 以帮助大家更好的 了解这段历史 这样一个最多 一个小时左右的节目啊 那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 因此如果大家有兴趣 继续了解这段历史的话 想对这段历史了解的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 建议阅读一些书籍 比如王仲乐先生的 魏晋南北朝史 万生南先生整理的 陈云雀 魏晋南北朝史蒋远路 田玉庆先生的 东晋门发政治 严不克先生的 波峰与波谷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等 专业性与通俗性兼备 很适合广大历史爱好者阅读 要想更进一步呢 还可以去看看 二十四史中记录 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史书 有十一部之多 占了二十四史的将近一半 这是了解与研究 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史料 分别是三国志 晋书 宋书 南七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七书 周书 南史 北史 还有资质通鉴中呢 也有涉及到 魏晋南北朝的内容 大家别一听是古籍啊 都是文艳文 就觉得范然啊 其实很多内容还是挺好读的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有些书呢 还有白话版本啊 可以对照着看看 还可以去阅读 田于庆 唐长茹 周一良 祝总斌 毛汉光等等啊 这些在 魏晋南北朝史领域有过 突出贡献的 学历很深的 这些学者们的研究论文 感受一下大家制作 反正我阅读的时候啊 真是受益良多 如果实在看不下书的话呢 还可以看看相关视频 我看安周牧啊 他在魏晋南北朝史这一块 讲的还挺细的 尤其是配合着地图啊 还有动画演示 更是能让人一目了然 这里一并推荐给大家 好的 那本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